接受我們請我們校長跟外賓謝謝 吳將軍 各位貴賓 各位女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我們校友會聯誼參會 也是慶祝我們政戰學校見校70周年 我和內人能夠應邀參加參會 與各位見面感到非常的高興 我們政戰制度是軍中的靈魂 有了政戰制度我們戰力就堅強 沒有政戰制度我們戰力就血月 大陸作戰我們就是中了中共的陰謀軌跡 它要求軍隊國家化廢除政戰制度 廢除政戰制度以後軍中沒有監察了 一天一天的腐化 持空缺 貪贓枉法 戰力 一天一天的就血月 軍中沒有保訪 大批的供敵就滲透 最高到國防部的作戰次長 前後兩任 吳翅 劉飛都是共敵 發布作戰命令 我們沒拿到作戰命令 共軍先拿到 他根據作戰命令規定的路線 不只口袋讓國軍往裡鑽 大陸我們就這樣 中了中共陰謀軌跡而失敗的 三十八年我們和前來臺 恢復政工制度 經國先生指示成立政工蓋校 民國四十四十年七月一日成立政工蓋校 選在北投的洋馬場改名為福星崗 就是福星基地 我們開始招生 第一期同學在民國四十一年一月六日開訓 先總統蔣公親臨主持 並定一月六二的天為校慶紀念日 到今天正好是七十周年 到了民國五十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蔣總統合定為政治作戰學校 到了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一日 隨著國軍的精簡 政戰學校也精簡為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原來是中將校長 改為少將院長 方才吳家軍講過了 我是第十三任校長 從民國七十三年到民國七十七年 在學校服務四年 政戰制度是軍中的靈魂 我們都以服務政戰感到光榮 我們過去在軍中對國家有偉大的貢獻 今天我們攻城神退 退休以後 如何保持我們身體健康 這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提出來 每個人都知道這四句話 但是我提到了我們檢討 我們有沒有做到 有沒有保持健康 那就是定時起居 均衡飲食 時當運動 開朗心情 開朗心情最難做到 我們想要做到開朗心情啊 就要實踐 飲法哲學 所謂飲法哲學啊 一二三四 一個中心點 以健康為中心 兩個要點 糊塗一點 瀟灑一點 三個快樂 知足常樂 自得其樂 祝人為樂 四個忘記 忘記年齡 忘記疾病 忘記得失 忘記哀怨 也就是不計較 有人活到一百多歲 有人去問他 常生知道 他說 心情開朗 不計較 計較就是煩惱 不計較 沒煩惱 永不老 希望各位能做到 永不老 今天我們在此地 校友會 參會 也是慶祝 我們建校七十周年 我們在此地敬祝 政治作戰學院 怨運蒼蠅 繼續發揚光大 為國家培養 更多的政戰人才 以堅實戰力 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人人健康 家家幸福 事事如意 謝謝各位 好 好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 曹教長的委員 他剛剛講了 有關我們政戰的精神 以及他個人的修身養性 可以說是我們在座最需要了 我相信我們曹教長 未來身體一定會更健康 夫人兩個一個美滿 相信一百二十歲 絕對是可期待的 希望每人我們開 夫人家大會的時候 每人校長跟夫人 都可以來蒞臨知道 好不好 好 謝謝